好,所以我们听众姐妹问的问题就是 好,如果有一个人是真的信徒 可是他做了一些事情伤害我 在言语上伤害我 或者他真的做了一些实质上伤害我的行为 那这个人到底会怎么样 好,简单说是这样 我首先要说 我真的很感谢主 我们大家在恩典里敢问这种问题 因为一般你在恩典律法混杂的教会 或是那种很律法的教会 基本上他都会跟你说 你就饶恕啊 你要饶恕他 你要彼此相爱啊 你怎么还问这种问题 你要饶恕他 可是实际上 心里面大家都有一个公义嘛 因为人相处 人就是人 谁吃饭没有咬到过舌头 这辈子 除非你五岁三岁 你搞不好连喝奶都咬到舌头过 这我就不懂 好,我只是要告诉你 人连自己都会咬到自己的舌头 所以你人相处一定会有摩擦的 然后呢,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 我今天早上坐計程车来 那个計程车司机 真的很夸张 让我很生气的 要花时间饶恕他 好,不讲了 我连坐个計程车都遇到 这种事情 好,OK 我要说的事情就是 那你每天在教会里面相处 一定会这样 所以简单这样说 如果那个人 他真的个性上有什么东西 神会在今世就管教他 因为主爱他 主所爱的主必管教 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吗 神真的会管教他所爱的儿女 所以有一些人 他们 比如说好 比如说有些 有些弟兄姐妹 讲话很刻薄 我真的碰过很刻薄的弟兄姐妹 然后呢 这个时候 首先神会用环境管教他 一个人刻薄 他通常不是只对你刻薄 但也有些人只对你刻薄 那是真对你 但是通常这样的人 他对很多事情都很刻薄 对人讲话很难听什么的 上帝会介入 好,我们先来看经文 好,这是希伯来书12章6节 好,希伯来书12章6节 我们先看 好,12章5节就可以 你们又忘了 那却你们如同 劝儿子的话说 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 我跟你说 这边如果再说鞭打你 你可能会很痛苦 可是这边提到 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 那个人也是神的儿子跟女儿 你们看到鞭打 有得到安慰吗 好了,但是我跟你说 就是 我顺便提一下 圣经提到的事情是 小朋友其实是需要打的 但是要用杖打他 不要用手打他 所以如果是小小孩 你要有一个管教的 小的那个 小打手的东西 不要让他怕你的手 让他怕那根东西就好 OK好 12章7节提到 你们说忍受的是神管教 你们带你们如同带儿子 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管教员是众子所受 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私子 就是私生子 不是儿子了 好,12章9节 10节我们继续念了 你看 9节提到 我们在世上的父亲都会管教 我们会敬重他 更何况 更何况万灵的父 所以啊 万灵的父是要使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圣体上有份 所以呢 而且神的管教是什么 来,你被欺负的人 恭喜你 你看12章11节 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所以神会管教他 让他当时不觉得快乐 而且会让他愁苦 让他愁苦 你开心了吧 让他被鞭打 你开心了吧 让他愁苦 你开心了吧 没有人需要公益 但是 后来却为那经过的 结束平安的果子 就是益 为什么他也可以得到平安的果子 因为他也是神的儿女啊 所以你放心神会管教他的 简单说就是 一个弟兄姐妹 他如果对你讲话很刻薄 他在这个世界上 对很多人讲话很刻薄 神根本不用做什么 只要让他自然发生 他就会在社会里面被排挤 被伤害 然后呢 自食其果 根本神不用动作 因为神已经设定好了 好 如果说呢 有一些弟兄姐妹呢 是 比如说贪小便宜 然后每次呢 比如说大家出去吃饭 他都找理由不付钱跑掉 或者什么 还是有这种弟兄姐妹软弱 那我跟你讲 这种人光是人际关系上的不好 或者是呢 比如说 我看过有一个人贪小便宜 所以呢 因为这个事情 他默默的失去一个很大的祝福 比如说好 我也以前碰过 有一个弟兄常常欺负人 然后呢 那个弟兄 其实还蛮夸张的欺负人 可是他又很会伪装 然后我知道这件事 然后呢 人家就来跟我询问这个弟兄的reputation 就是所有的 所谓他的评价 他这个人的人品啊 等等的 好 当然那时候我不是牧师 但是呢 我现在是牧师 我会更注意我要怎么讲 我会小心 因为 但那个时候我是以弟兄的身份 那时候我也不是牧师 我就直接告诉那个来 因为那个人 某一个大 大集团的有钱人 要跟这个弟兄合作一个项目 可是呢 这个人因为我认识 他就来询问我 那时候我也还不是牧师 我就以我是弟兄的身份 我怎么被他欺负 其实他没怎么欺负我 他对我的部分还好 可是我清清楚楚知道 他怎么欺负别人 是直接告诉这个人 结果呢 这个弟兄 他只知道 这个欺负人弟兄 他只知道 不晓得为什么 最后这个案子没成 我知道为什么 案子没成 你懂意思吗 这就是一种管教 他会不会当下愁苦 会愁苦 那比钱很大 好 然后呢 他有没有被鞭打 他不要被鞭打 他被鞭打了 懂吗 所以我跟你讲 神是公义的神 我们不要去欺负人 特别是你的弟兄姐妹 神真的会管教 OK 好 那所以呢 那至于管教 管教要在今世管教啊 在天堂管什么教 天堂还有什么好管教 可是呢 当然 本来 也许这个人应该 得胜了一同做王 可是这个人 没有胜过他生命中 那个软弱 他没有一同做王 他就是天国的国民 这也是一种程度的管教 因为有得救 跟得胜两种嘛 对不对 得胜人得奖赏 有人分什么 得救 得胜 得奖赏 OK 其实得救 得救就得救 每个新耶稣人 都一定会得救 好 真心新耶稣的人 一旦得救 永远得救 但是呢 得胜 胜过你生命中各样事情 得胜人 你就会必得奖赏 而圣经上提到 得胜的一同做王 OK 所以啊 这也是一种管教 他分明应该胜过 他自己那张刻薄的嘴 他分明应该胜过 这个贪小便宜 他这辈子都没胜过 他都没有改变 OK 那抱歉啊 你就 当然 做王也有分嘛 对 我不是讲过 这个人原本要 未来耶稣在地上 一千年的时候 原本要分封 这个原本应该被分封成 澳洲之王 结果呢 他没有胜过 他就变成了 澳地利之王 澳大利亚之王 变成澳地利之王 澳地利小一点 再没胜过 他就变成澳门之王 澳门小多了吧 对不对 真的不行 他就变成澳底之王 是台湾的一个小城市 再不行 他变成厕所之王 他管厕所 可以了吧 他原本应该管 澳大利亚这么大 他变成厕所之王 对不对 所以其实那是一个 管教跟分封的概念 未来 所以你放心 神是公益的 最后的审判 最后会给你公益 而且所谓神 涂抹一切的罪 没错 所以这个人还是得救 老实说 做这些事 也应该要下地狱 因为人没有办法 解决自己的罪 可是耶稣背负这个罪 所以不会下地狱 因为他信耶稣 可是 如果这个人 在生命中 一直胜过他这些软弱 他原本应该是 澳洲之王的 就他现在是厕所之王 这难道不是一种管教吗 OK 所以希望有回答到 大家的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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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